你知道黑白无常其实是有名字的吗 黑的这位名叫范无旧 白的这位名叫谢彼安 这两位是怎么当上鬼柴的呢 传说赵二伟生前是福州人 虽然不是亲兄弟 但自有结义 青铜手足 有一天 两人走到了南台桥下 这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 谢彼安让范无旧稍等片刻 自己去家里拿把伞出来 垂直天有不测风雨 谢彼安走后大雨倾盆 河水暴涨 但这时还在桥下的范无旧 不愿失约 便一直在原地等着 不料红水袭来将范无旧淹死 过了不久谢彼安取了伞 来到桥下时发现范无旧失踪 痛不欲生 随即吊丝在了桥柱下 两人到了阴曹地府后相遇 阎王念两人情义生种 就给了二人引渡阳间魂铺的神职 这就是后来的无常鬼 因为范无旧身材矮胖 面色有黑 身着黑衣便是黑无常 黑无常属婴 手拿镣铐和锁链 官帽上写着天下太平 白无常身材高瘦 面色惨白 口吐长舌 这是生前上吊儿王造成的样子 白无常属羊 手持灯笼和库桑榜 官帽上写着一见身材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在中西方的文化中 引渡亡魂都需要由特定的角色来完成 在中国是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在西方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形象 那么在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当中 死神都有什么样的形象呢 今天这一节目就来和大家谈点下 死神 当然了在汉文化圈里 要论上所谓死神的话 应该得是十炼阳罗或是封都大帝 封都大帝号称天下鬼魂之宗 是地狱的主宰 传说中 普天下的生灵死后 都会进入地狱 接受封都大帝的处置 封都大帝的下属 便是五方鬼帝和十炼阎罗 十炼阎罗又掌管着各路阴兵 以及各层兽型的地狱 所以 封都大帝才算得上是死神 这时候有观众朋友就会说 不对 西游记里一眼的地府的老大师 地藏王菩萨 这样说也对 但西游记的神佛体系 算是融合了佛家 道家和民俗信仰的 佛经里说地藏王菩萨发愿 表示要救度一切最苦的地狱众生 所以 这就是地藏王菩萨和死神扯上的关系 说的有点远了 我以前做过一期关于地府的介绍视频 很有意思 视频链接我放在评论区了 如果评论区没有 就在我往期节目里找找 叫地狱一日游来着 好了 说完了中式的死神 我们再来说说西式的死神 就是这个拿着镰刀穿着斗篷的形象 这类死神形象常见于西欧地区 说基督教的印象 在圣经里 耶稣把信徒比作麦子 等时候到了就会被收割 所以 死亡的拟人化形象 就会拿着一把割麦子的镰刀为武器 在《新约圣经》里 最后一个作品《启示录》里 描绘了会在末日里出现的四位骑士 第一位骑乘白马手持弓箭 象征着瘟疫 第二位骑乘红马携带砍刀 象征着战争 第三位骑乘黑马手提天品 象征着饥荒 第四位骑乘青马手握镰刀 象征着死亡 死神在西欧文化中的作用 就是挥舞镰刀收割生命 切断死者灵魂与肉体的最后领系 并指导死者前往来生 但是呢 虽然死者的形象受基督教影响 但死神的概念早在基督教之前就有了 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死神 就是更早的死亡拟人化 虽然其形象在现在传播度不高 但确实比这个黑袍镰刀的死神更古老 古希腊的死神名叫塔纳托斯 由于文化继承关系 罗马神话中的死神穆尔斯也说的是他 塔纳托斯是黑夜女神尼克斯的儿子 和睡神徐普诺斯是男神兄弟 其形象是一个长着羽翼 带着大剑的青年 由于塔纳托斯是死亡的女人化 所以在神话中也被认为是个无情的铁石心肠 这时候又有观众要问了 希腊神话中冥王不是哈迪斯吗 很对 哈迪斯确实是统治冥界的神 但不是死亡的逆人化 他只是死神世界的主宰 管辖着死者的唯一去处冥界 相当于中国这边十点盐罗 或封租大帝一样的角色 说完了希腊神话 地中海沿岸的另一个文明古国埃及 也有着自己的死神 就是阿努比斯 阿努比斯长着胡狼头人神 是王者在前往死后世界旅途上的守护者 在国埃及 胡狼这种动物经常会去墓地 吃那些暴露在外的尸体 所以国埃及人民就自然地 将胡狼和死亡联系到了一起 在国埃及制作木乃伊时 首席防腐员会打扮成阿努比斯的样子 因为这位神灵还是木乃伊的守护者 相传在死者进入冥界后 会进行心脏称重仪式 阿努比斯将死者的心脏放在天平上 这个心脏映射着其生前的所作所为 天平的另一边放着鸵鸟羽毛 如果心脏比羽毛重 那么就会被一个长着鳄鱼头 狮子身和马后腿的怪物吃掉 如果心脏比羽毛轻 那此人就会变为完整的灵魂 然后被阿努比斯带去 冥界之主欧西里斯的身边 从而进入国埃及神话中的极乐世界 芦苇圆中获得永生 这个阿努比斯和欧西里斯的关系 也就相当于塔纳托斯与哈迪斯的关系 或是十变阎罗和风都大帝的关系 好 下一个 来自印度赛区的死神 炎魔 这个炎魔可以说是 中国这边十变阎罗的前身 这就还得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多年前 那时候的印度神话里 炎魔是第一个经历死亡的人类 随之他就掌握了死亡的力量 升格成了神秘 诸到了天界 神话随着时间流逝转化 渐渐的炎魔就成了死亡之神 并且还有了个双胞胎妹妹 叫炎蜜 在国埃及典籍《离句废托》中就说 炎魔是王者之王 居住在天界的乐土 他有两条狗 这俩狗就在人间巡游 将已死之人的灵魂带到天界 接受炎魔的审判 好了 下一位 来自日本赛区的死神 伊歇纳美 根据日本的神话书《古世纪》里的记载 伊歇纳美和他的哥哥兼丈夫 原本是开天霹地的神 二人结合后 伊歇纳美便生下了巴拿州及多个海岛 以及山河 湖海 石头 沙子 树木之类的 咱们不知道是怎么生的 然后在生到火神的时候 伊歇纳美被烫死了 伊歇纳奇因为思念 跑到黄泉之国去找他 却看到袭子的妻子 已是浓废重流 面容恐怖 伊歇纳奇就被吓得逃走了 还找了块大石头 堵捉了人间和黄泉的路 两位神最终绝病 伊歇纳美就成为了黄泉的主宰神 还发誓每天要绞杀一千人 伊歇纳奇一听就说 那既然你都这样了 那我就每天生一圈外人 不能人口负增长嘛 对吧 从这以后变了阴阳两界 以及出生和死亡 而伊歇纳美也就从创世神 变为了死亡的化身 好了下一位 阿兹特克文明中的死神 因为在这里 死亡这个词是个阴性词 所以死神的形象是一位女性 名叫米克特·卡西瓦特尔 她和丈夫一起掌管亡灵 是亡灵世界米克特兰的女王 相传米克特·卡西瓦特尔 有一个奇特的下巴 用来在白天吞噬星星 在神话中 她的职责是负责监管尸骨 以及主持死亡祭祀节日 到了后来 这些节日结合了西班牙殖民者的传统 变成了南美洲几个国家里 重要的一个节日 亡灵节 在这一天 家人朋友会团聚在一起 带着万寿局和唐骷髅 前往墓地祭祀死者 虽然亡灵节受阿兹特克文化影响 但南美洲这一片的死神 却不是米克特·卡西瓦特尔 怎么说呢 与南美洲的殖民历史 加之宗教 尤其是天主教的传播 这片区的死神 又回到了这种手拿镰刀的骷髅形象了 墨西哥这里的死亡女神 就是这种骷髅形象 手持镰刀和地球椅 保护亡灵前往来生之路 除了墨西哥在往南走 到了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这片 他们这里死亡的化身 也是一个差不多的形象 除了骷髅变成了男性 手拿镰刀这一标志性的形象 没有任何变化 其实这样介绍一圈下来 大家也发现了这么多文化中的死神里 只有中国传统中的死神故事最丰富 无论从来历 职能以及和其他神奇的联通故事 只能说非常钦佩中华大地上人们的想象力 就连死亡这一抽象概念都赋予了如此丰富的故事 这也说明了虽然死亡能无情地带走万物 却不能带走世代流传下来的对于先祖的记忆 我们每年关于祭祀的节日那么多 都能让人去缅怀先祖 从而激励生者 所谓从过去或去吉养 交换于未知的未来之话 感谢收看这期的节目 喜欢这期内容的朋友 可以帮我点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我 我的主币有更多好看的内容哦 我们下期再见